道歉 赔钱 你想的太多了 叶不凡对保安头目说道 刚刚这两个人欺负我妹妹 我过去阻止 结果被他们偷走了我的金表 牛站山叫道 还来是不是 小子 说话可是要讲证据的 叶不凡伸手向他的口袋一指 保安大哥 不信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手表就在他的口袋里 回头他又对张倩说道 张姐 麻烦你用手机录一下 省得等一下这两个人赖账 张倩有些发猛 难道叶不凡是来真的 真的丢了手表 虽然有些疑惑 但他还是摸出手机 打开摄像功能 对着牛站山开始记录 欧阳静也是看得莫名其妙 不知道自己老哥 什么时候戴了手表 又是什么时候丢的 保安半信半疑地说道 这位先生 能不能看看你的口袋 看就看 老子深正不怕影子闲 我看你等一下怎么说 牛站山信心十足地 向着口袋掏去 结果一掏之下傻眼了 一块明晃晃的金表 赫然出现在掌心 啊 果然有一块金表 没想到真是个神偷 没想到那么快就偷到手了 恶人先告状 明明想偷别人的东西 竟然还侮辱我们的女神 这块手表好漂亮 我没看错的话 应该是劳力士 肯定值好多钱 看到现场找到了金表 其他人立即开始 热烈地讨论起来 叶不凡说道 保安大哥 你们也看到了 现在是人赃巨货 我的金表 就在他的口袋里 他又扭头 看向两个人说道 现在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 牛站山一张老脸帐红 不知道自己口袋里 怎么突然间就多出一块金表 他叫道 这是栽赃 他原本想说这是栽赃陷害 可是刚刚说了一半 就被马彩蜂制止住 老公 你这人怎么这么糊涂 难道忘了 这金表就是我们的 去年你过生日的时候 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啊 哦 不对 这金表明明就是我的 刚刚洗澡的时候 我揣到口袋里的 后来就忘了戴到手上 牛站山立即明白了 老婆是什么意思 既然送上门 那这东西自己就收 下了 这块金表看起来不错 应该能值很多钱 嘴角泛起一抹得意 心中暗道 跟老娘玩栽赃陷害 你还差得远呢 这次就让你偷鸡不成 倒十一把米 叶不凡一脸冷笑地 看着两个人 明明就是 偷了我的金表 竟然还好意思说是你们的 牛站山说道 年轻人 说话是要讲证据的 这块表明明在我手里 怎么就成你的了 他说起话来底气十足 手表又不是身份证 既然在自己口袋 就是自己的 马彩凤跟着说道 就是 这块表是去年 我买来送给我老公的生日礼物 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 叶不凡冷笑道 是你买的 那盒子怎么在我手里 他说这一伸手 手中多出一只精致的盒子 打开盒子 取出一张纸单说道 我这里还有购买手表的发票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这块手表确实是他的 来江北市之前 秦楚楚送的礼物 价值540万的劳力士定制款 叶不凡不习惯戴手表 而且不想让德夫叔一家 误以为自己是有钱了 才来退婚 所以一直将表 放在储物戒指里面 既然眼前这两个无耻的家伙 玩栽赃陷害 他就顺手 将手表塞进了牛战山的口袋里 以他的手法 别人根本无法发现 牛战山神色一致 没想到对方不但带着手表 还带着购买发票 相比之下 马彩凤的心理素质比较过硬 双手插腰叫道 有发票又能怎么了 发票是身份证吗 你买的是你的 我们买的是我们的 人家又不是职产这么一块表 他确实是这么想的 就算你手里有发票又能怎么样 一样的手表多了去了 凭什么说是你的 叶不凡说道 你还真说对了 这是劳力士的定制款 独一无二 全世界只有这么一块 价值540万 如果不相信的话 可以随时登陆 劳力士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 这块手表是在三个月之前定制 发票是半个月前的日期 不可能是你去年买来的 而且这种定制款的手表 都是有身份证的 我这发票上面有识别编号 啊 听他这么一说 两个人顿时傻眼了 贫穷限制了他 闷得想象力 从没想过 手表还有识别码的 而且还值这么多钱 叶不凡又说道 如果你们觉得不够 这块表还有指纹识别 要不要我现在验证给你们看 眼见着他接二连三的 拿出有利证据 周围的人又躁动起来 果然是这两个家伙偷的 早就看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下傻眼了吧 人家的表可是带识别编码的 我的天啊 价值540万的手表 真的是有钱人 恐怕我一辈子 都赚不了这么多钱 什么都敢偷 一下子偷了这么值钱的东西 现在被人抓到了把柄 傻眼了吧 叶不凡迈步走了过去 伸手从牛战山手中 将金表拿了过来 然后将自己的指纹 在上面按了一下 只听低的一声响起 手表被正式启动 现在知道了吧 有些东西是不能随便拿 更不是随便就能承认的 现在人赃俱获 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这 这下不论是牛战山 还是马彩凤都彻底慌了 手足无措 他们刚刚只是想占点便宜 没想到被便宜咬了手 这块表确实不是他们偷的 但现在跳进黄河喜不清 无论如何都说不清楚 叶不凡嘴角泛起一抹笑意 没想到这两个蠢货这么配合 他对围观的众人们说道 各位同学 在座有没有法律专业的 告诉他们 这种行为后果有多严重 我是法律系研究生 一个戴眼镜的大个子男生站了出来 高声说道 按照我国的现行刑法 盗窃他人财物 价值达到50万的 为金额特别巨大 量刑10年以上 最高可达无期徒刑 眼前这块手表 价值540万 是50万的十倍还要多 再加上被抓之后 还拒不承认 要将脏物占为己有 这属于加重情节 初步估算 至少量刑15年 甚至判处无期徒刑 听到量刑如此之重 马彩凤和牛战衫 吓得面无血色 扑通扑通瘫软在地上 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马彩凤哭喊着叫道 不是我们 这块表不是我们偷的 我们是被冤枉的 是他栽赃陷害 还想抵赖是吗 刚刚的整个过程 我朋友可是用手机 都录下来了 而且有正多人看着呢 大家都可以给我作证 现在人赃并获 要人证有人证 要物证有物证 你觉得警察是相信你 还是相信我 叶不凡回头对欧阳静说道 打电话报警 让警察来处理吧 不要 千万不要啊 这番话彻底击穿了 两个人的心理防线 马彩凤跪在叶不凡面前 扬起手来 接二连三地抽在自己脸上 我混蛋 我不是人 求求你放过 我们这一次吧 牛战衫跟着有样学样 也跪在地上抽自己的嘴巴 小伙子 这次是我们错了 求你给我们个机会吧 面对无法想象的行妻 两个人再也没有 对抗下去的勇气 叶不凡目光冷立地 看着两个人 正所谓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他对这两个人 没有任何怜悯之心 只不 过他们显然是 无关紧要的小人物 最主要的 还是背后那只黑手 那好吧 既然这样 我就再给你们个机会 叶不凡说道 这件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为什么要来 污蔑我妹妹 是谁让你们来的 都给我说清楚 这 牛战衫和马彩凤 这可是最后一个机会了 不然你们就跟警察去说吧 到时候事情藏不住 你们还要去吃一辈子牢饭 牛战衫连忙说道 我说 我说 我什么都说 求求你千万不要让我去坐牢 我家里还上有老下有小 叶不凡说道 那就要看你的态度了 只要把事情说清楚 我保证不追究你们的责任 是 是陆芳文让我们做的 既然已经开了口子 马彩凤不再有任何迟疑 将事情的经过 全部讲了出来 原来他们是陆芳文的远方亲戚 在一个多月前 陆芳文找到他们 要求他们雇佣欧阳静做家教 那些高于市场价的家教费 都是他出的 目的就是为了接近欧阳静 寻找机会下手 今天行动失败之后 陆芳文恼羞成怒 给两个人打电话 要他们过来给欧阳静泼脏水 把他的名声搞臭 让他在学校无法待下去 马彩凤讲完 牛战衫跟着说道 小兄弟 真的对不起 陆芳文说 做完这件事会给我们两万块做报酬 我们是财迷心窍 才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这位小姑娘 没有托我们的钻石项链 我们家里也没有什么钻石项链 包括我那些话 也都是编出来的混账话 根本都是没有的事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 求求你 就给我们个机会吧 陆芳文这个王八蛋 听两个人说完之后 欧阳静恨得咬牙切齿 没想到 这个道貌黯然的家伙 如此处心积虑 陆芳文这个王八蛋 看他人模狗样的 没想到连这种事情都干得出来 龌龊 实在是太龌龊了 要追人家女孩子 就光明正大 怎么能想出 这些龌龊的手段 像这种王八蛋 就应该把他抓进去 让他把牢底坐穿 我们江北大学的人 都让他丢光了 听完两个人的讲述之后 在场围观的人们 一个个义愤填膺 将陆芳文的祖宗十八代 都问候了个遍 面对千夫所指 马采峰再次哀求道 小兄弟 我们把该说的都说了 求求你放了我们吧 说完他又接二连三地 抽了自己几个嘴巴 我保证以后好好做人 再也不敢做这种缺的事了 行了 你们两个滚吧 叶不凡说完 这两个人如获大赦 立即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他们原本以为 今天晚上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轻轻松松地 就能拿到两万块 没想到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 还差点搞到监狱里面 他们走后 围观的人们见没热闹可看 也都散去 叶不凡几个人 进了欧阳静的寝室 将他的随身物品 全部取了出来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东西 欧阳静平时节俭 除了行李之外 只有几套衣物 几个人很容易就拿到了 新买的别墅里面 回到家里之后 张倩愤愤地说道 叶先生 那两个人实在是太可恶了 你就不应该放他们走 应该直接报警 让他们把牢底坐穿 叶不凡说道 那两个人虽然可恶 但也只是一个贪钱的棋子罢了 最可恨的 还是陆芳文 他看似神情平淡 其实在内心当中 已经判了这家伙的死刑 妹妹是他的逆龄 而陆芳文 却接二连三打欧阳静的主意 今天如果不是自己及时赶到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抛开酒店的事不说 如果真的让马彩凤和牛战山 搞臭欧阳静的名声 以自己妹妹倔强的脾气 以后恐怕真的 无法在江北大学生存下去 为了考进大学 这些年妹妹付出多少 母亲付出多少 这个家庭付出多少 她自己再清楚不过 而这一切 差点被陆芳文一个龌龊的想法而毁掉 这是她绝对无法接受的 最关键的是 今天自己把问题解决了 可明天自己不在的时候呢 那家伙搞不准 还会再搞出什么下三滥的手段 所以 最好的办法就是斩草除根 赵颖说道 那个陆芳文也太可恨了 就应该报警把他也抓起来 叶不凡说道 那小子狡猾得很 刚刚根本就没有来到现场 完全是马彩凤和牛战山的一面之词 这种事情就算报警也没用 他完全可以一口否认 我们又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在他的内心当中 处罚陆芳文报警的力度远远不够 要自己亲自出手才行 张倩愤愤地说道 真是便宜了这个王八蛋 叶不凡说道 放心吧 呃有恶报 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 欧阳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紧张地说道 哥 我也没吃什么亏 要不咱们就算了 你千万不要做傻事 放心吧 现在是法治社会 我不会乱来的 叶不凡安慰了欧阳靖 回头又对两个人说道 今天晚上多谢你们的帮忙 张倩说道 叶先生客气了 我们也没做什么 只是实话实说罢了 赵颖说道 是啊 那两个王八蛋抹黑欧阳妹妹 我们只说了句实话 叶不凡说道 不管怎么说 你们也是给我们兄妹帮了大忙 几个人又闲聊了一会儿 张倩和赵颖起身告辞 叶不凡把他们送上车之后 返回别墅 江北大学 当众人都散去之后 一个小个子 远远地跟在叶不凡等人身后 直到他们进入了那栋别墅 从口袋里摸出手机 按下了一连串的电话号码 一家五星宾馆的总统套房里面 陆芳文和丁月两个人刚刚洗了澡 正躺在床上休养 丁月说道 老大 你这个计划能行吗 肯定能行 这种事并不需要实质性的证据 只需要把脏水泼到欧阳进的身上就行了 陆芳文咬牙切齿地说道 这个女人不是一直跟我装圣女吗 我这次看她还怎么装 顶着一个小偷的名头 以后 在学校都混不下去 她将自己今天所受的屈辱 都记恨在了欧阳进的头上 点着一根烟抽了一口 然后又说道 我已经安排了人在现场 等一下就会把视频给我们传过来 到时候看看 也能出口恶气 丁月看了看时间说道 老大 按说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边怎么还没有动静 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我总觉得 那个信业的小子 有些邪门 他一直对酒楼的事情耿耿于怀 不明白那些药 怎么就进了自己的杯子里 这件事肯定不是欧阳进做的 那就一定跟叶不凡有关系 正在这时 陆芳文放在床头的手机响了起来 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兴奋地说道 小老鼠给我打电话了 看来那边的事已经有了结果 你就等着欣赏视频吧 他按下了接听键 对那边说道 怎么样 都录下来了吗 赶快给我传过来 老大 我倒是录像了 但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 电话那边 叫做小老鼠的小个子 将事情的经过 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最后说道 你安排的那两个人 脏水没泼成 结果将自己还暴露了 他们将你都招认了出来 废物 混蛋 这两个人是怎么办事的 陆芳文气的暴跳如雷 没想到极有把握的事情 又给弄砸了 小老鼠说道 老大 你还是有个准备吧 搞不好那心烨的小子 可能会报警对付你 行了 我知道了 陆芳文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脸色气得铁青 他最在意的 还是没有把欧阳静的名声搞臭 至于叶不凡报警的事 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他找马彩凤和 牛战山办事 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连给钱都是现金 没有转账记录 就算报了警 自己可以完全否认 而且 他们陆家在江北市有人脉 有权势 这点小事还不放在眼里 丁月一脸不解地问道 老大 怎么回事 又失败了 陆芳文将经过 简单恶药地讲了一遍 最后骂道 没想到那个臭娘们 原来是一直装穷 把我们都骗了 丁月诧异地说道 老大 这件事情里面 会不会有水分 他们怎么可能那么有钱 陆芳文想了想说道 好像是有点问题 欧阳静虽然买了一栋房子 但据小老鼠说 他们花八十万买的是 那栋有名的凶宅 就是前段时间 接连死了十几个人的 那座凶宅吗 关于凶宅的事情 在江北市流传极广 陆芳文和丁月 都是本地人 自然听说过 他说道 要真是这样的话 这件事里面肯定有猫腻 哪个有钱人 会买这种臭名昭著的房子 难道不要命了 好像是这个道理 那两个蠢货 肯定是被人家给骗了 陆芳文咬牙切齿地骂道 欧阳静那个贱女人 老子经营了这么久 却一点便宜都没占到 真恨不得弄死他 他这段时间 花了无数的人力财力不说 最终还被叶不凡狠狠地 给耍了一把 跟丁月这个死胖子 发生了超有益的关系 这让他想想都恨得要命 丁月眼珠一转 随后满脸谴媚地说道 老大 你这样想报仇的话 我倒是有个好办法 能够让你上了那个女人 陆芳文说道 现在都搞成这个样子了 虽然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 但也知道 这件事情后面是我做的 怎么可能还有机会 老大别着急 你听我说啊 丁月说道 想追到那女人是不太可能 但我们可以用墙 陆芳文说道 这好像不行吧 如果事情闹得太大 恐怕我爸都压不住 老大 听我说完 要是那女人一直躲在学校里面 我们确实不太好下手 但她现在买下了凶宅 那我们下手的机会就来了 陆芳文不解地问道 这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不同 在这里 我们就有了下手的机会 丁月从口袋里 摸出一根蚊香式的东西说道 老大 这是我上次购买苍蝇水的时候 对方送的蜜香 只要把这东西点燃 就算是一头牛都能迷倒 我们今天晚上摸到凶宅去 用迷香把那两个人迷倒 然后你就能得偿所愿了 陆芳文皱了皱眉说道 这么做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要是对方报案怎么办 很容易就会查到我们头上 丁月说道 这就是最关键的地方了 老大你别忘了 那里可是凶宅 之前已经死了十几个人 不差再有两个跳楼的 陆芳文脸上 闪过一抹惊恶的神色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事成之后 把他们从楼上扔下去 是啊 虽然三楼不高 但如果头下脚上 也足以把一个人摔死 而且 那里是凶宅 死两个人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只会以为 他们跟以前的那些人 都一样死得莫名其妙 说到这里 丁月长满麻子的脸上 闪过一抹阴狠的神色 他这人向来为了利益 无所不用其极 这次非但没有得到好处 相反还搭上了自己的菊花 滔天的恨意 让他想出了这条毒计 如果陆芳文 真的按照他说的做了 那以后两个人 就捆在一条船上 既能报仇 又能享受到 陆家无限的好处 绝对是一件双雕的好办法 陆芳文有些犹豫地说道 这能行吗 肯定没问题 只要我们这样做了 既能报仇血恨 又能让老大你 得到那个女人 还不会留下任何祸患 这简直就是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丁月劝道 老大 机会难得 你可不要犹豫 那房子也不知道 他们能住几天 万一过几天再迈出去 可就没机会了 陆芳文迟疑了一下 最终咬牙说道 那好 我就干了 欧阳静那小娘们 我也不上了 她死了 老子我都不甘心 见她终于做了决定 丁月脸上闪过一抹喜色 老大 这就对了 无毒不丈夫 我现在就准备一下 过一会儿 咱们出发 叶不凡回到房间里的时候 只见欧阳静正舒服地 窝在沙发上 脸上竟是满足和享受的神情 哥 我现在太幸福了 以前最大的梦想 就是有一个大房子 现在梦想终于实现了 看到妹妹满足的样子 叶不凡心中颇为感慨 就在几个月以前 她也同样有着这样的梦想 但时过境迁 她现在已经成为江南首富 想要获得这些东西 简单无比 好了 等你将来结婚的时候 我送你一套更大的 不用了 还是留着给你自己结婚用吧 我这套就挺好的 欧阳静向来不是贪心的女人 对这套房子 已经很满意了 就在这时 叶不凡的手机响了起来 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是王雪宁打过来的 电话刚刚接通 就听那边不满地说道 都几点了 你怎么还不回来 叶不凡说道 我在外面有点事情 今天晚上不回去了 那不行 第一天就夜不归宿 你让我怎么跟别人说 就是再晚你 也得给我回来 不然我就报警 王雪宁显然很不高兴 说完之后 啪的一声挂断了手机 也难怪她这么大的火气 原本早上尝过 叶不凡的手艺之后 晚上接连拒绝了几个饭局 想回来再大块躲移 结果回来之后 连对人影子都没看到 到现在还饿着肚子呢 叶不凡一脸无奈地放下电话 怎么这个女人 好像还当真了 由于王雪宁刚刚说话的声音很大 房间内又非常安静 欧阳静听得清清楚楚 她一脸兴奋地从沙发上跳了下来 抱着叶不凡的手臂说道 哥 你是什么时候有女朋友的 叫什么名字 已经同居了吗 长得漂不漂亮 嗯 面对妹妹一连串的问题 叶不凡一头的黑线 看来八卦 还真是女人的天性 不是你想的那样 只是一个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你当我是小孩子吗 欧阳静满脸不幸地说道 普通朋友会跟你住在一起 普通朋友 会让你再晚都要回去 普通朋友 会因为你叶不归宿 发这么大的火气 赶快告诉我 嫂子是谁 有没有照片 让我看看漂不漂亮 叶不凡被她缠得没办法 只能将昨晚的事情讲了一遍 又把自己来到江南退婚的事情 说了一下 我的天啊 哥 你不是在跟我讲故事吧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怎么还有娃娃清这种事 叶不凡说道 谁说不是呢 之前咱妈也以为是个玩笑 可没想到得福书是当真的 所以要上门 去跟人家把事情说清楚 欧阳静说道 最有意思的是 你刚到江北市 就遇到了那个女孩子 而且还救了她 这实在是太好玩了 说到这里 她眼中的八卦之火熊熊燃烧 拉着叶不凡的手说道 这个王雪宁长得漂不漂亮 我看你们之间确实有缘分 要不你就娶了她吧 行了 叶不凡知道这种事情 根本就说不清楚 只能越说越多 干脆拿出哥哥的威严 将这丫头的好奇心压了下去 不说拉倒 欧阳静换了个话题说道 哥 这间大的卧室留给你 我睡旁边这一间小的 这是你的房子 还给我留什么留 我又不会在这里常住 欧阳静固执地说道 我不管 反正我要给你留一个房间 随你吧 叶不凡知道自己这个妹妹认准的事情 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她说道 这么大的房子 你自己住 确实孤单了一点 明天把你寝室的姐妹都叫过来吧 我会的 今天已经把这个想法跟他们说过 那些丫头都要高兴疯了 准备一下明天就过来 叶不凡想了想 还是觉得 妹妹一个人住在这里不太放心 从口袋里摸出一只绿色的翡翠手镯说道 这个送给你 这个镯子好漂亮 要值不少钱吧 欧阳静将镯子接到手里 显然非常喜欢 但随后又说道 哥 这么漂亮的镯子 送给嫂子多好 你还是收回去吧 这种镯子 我多的是 叶不凡说道 这个你戴在手上 没事不要摘下来 这只镯子 是他精心打造的 里面刻有防御法阵 关键的时候 能够帮欧阳静抵挡突发 性的危险 自己这边也能收到讯息 我知道了 谢谢哥哥 欧阳静高兴地将镯子 戴在自己的手腕上 然后问道 哥 你今天晚上 住着还是回去王雪宁那里 等你睡了 我就回去 为什么要等我睡了 其实不用担心我 我一个人不怕的 什么熊斩 都是骗人的东西 欧阳静确实不嫌那些乱码气糟的东西 心中还暗暗庆幸 买了这么一栋便宜的房子 行了 快去睡吧 我先看会儿电视 叶不凡不再多说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确认欧阳静已经彻底熟睡之后 这才将目光转向整栋别墅 绝门七沙镇 不知道这所房子的第一任主人 到底得罪了什么样的高人 在房间内布置出这种凶狠的镇法 有这种镇法在 不论是谁居住在这栋房间内 超过三天都会被断绝弃云 最终死于非命 最关键的是 这东西属于镇法范畴 就算请再多的和尚老道 也没有用处 他之所以留下来 目的就是将这房间里的隐患清除 找到了问题所在 破气阵来就简单得多 叶不凡右手一伸 七张符出现在掌心 他抬手一抖 七张符无火自燃 七道火光在房间内 按照北斗七星的方向射了出去 随后消散在虚空当中 咔嚓 一道细不可闻的声音传来 仿佛什么东西碎裂了一般 别墅内的绝门七沙阵 被彻底破除 叶不凡又取出炼妖瓶 将房间内的阴煞之气 彻底清扫了一遍 随后取出几张符 在房间内布置了一个 招财难符的阵法 从今往后 这里再也不是什么凶宅 相反变成一座 能够帮人提升气韵的福地 做好这一切之后 叶不凡将神石散了出去 将别墅从里到外扫尸了一遍 想看看 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突然他神色一变 随后嘴角泛起一抹阴冷的笑意 整个人从房间当中消失不见 别墅外面 两个戴着鸭舌帽 脸上戴着口罩的黑影 鬼鬼祟祟的靠了过来 正是陆芳文和丁月 陆芳文和丁月 都是江北市的本地人 再加上凶宅就在江北大学的附近 所以他们极为熟悉 很快便找到了这里 他们躲在一个黑暗处 盯着不远处 已经熄了灯的别墅小楼 丁月说道 老大 咱们已经在这里盯了半个小时 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 看来这两个人已经睡了 咱们动手吧 好 小心一点 千万别被别人发现了 放心吧 这么晚了 附近根本就没有人 两个人说完之后 开始捏手捏脚地走了过去 陆芳文的身体素质极好 行动敏捷 丁月身材有些发胖 而且屁股还没有彻底恢复过来 走起路来姿势有些怪怪的 别墅有个小院子 但只有一米多高 两个人轻轻松松地便翻了过去 他们来到别墅的后面 这里位置偏僻 不容易被人看到 丁月找到一扇窗子 用手轻轻推了推 窗子一下子欠开个缝隙 里面并没有上锁 陆芳文低声说道 动手吧 丁月点了点头 从口袋里摸出那根烟 然后用打火机点燃 陆芳文在旁边用两只守护着 防止打火机的光亮露出去 这东西说也奇怪 点燃之后 只是冒出淡淡的清烟 而没有任何火光 丁月拿着迷香 顺着窗子送了进去 大约五分钟之后说道 可以了老大 我们进去 陆芳文将一颗白色的小药丸 塞进嘴里 这是迷香的解药 不然自己被熏倒 就成了笑话 随后将窗子轻轻推开 可能由于这里的主人更换太频繁 还没来得及安装防盗窗 两个人轻而易举地便跳了进去 进去后 他们发现这里是厨房 两个人捏手捏脚地走了进去 开始慢慢查看房间内的动静 一楼查看完毕之后发现没有人 紧接着是二楼 还是没有人 到了三楼之后 是居住的卧室 陆芳文有些紧张地问道 你这东西 确定有用吗 丁月说道 肯定有用 我用我家的狗做过实验 只闻了一下就睡了一天 用脚踹都不行 得到肯定的回答 陆芳文放松了一些 两个 人开始在三楼的房间内 一个一个地搜寻 最后来到欧阳静睡觉的房间 房门没有锁 轻轻一推便开了 两个人走了进去 发现欧阳静一个人躺在床上睡觉 呼吸声很沉重 显然睡得很熟 陆芳文松了口气说道 没想到你这东西 还真管用 丁月说道 老大 没看到那星夜的小子呢 可能是今晚没住在这里 两个人以防万一 又将整栋别墅搜寻了一遍 确定没有别人 最后又重新来到欧阳静的卧室 看着床上的曼妙的身影 陆芳文再也没有任何顾忌 吟笑道 让你平时跟我装纯洁 今天老子非干 死你不可 丁月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瓶子 一脸谄媚地说道 老大 我这里还有苍蝇水 用这个更惊心 陆芳文接过小瓶子说道 好兄弟 等一下我上过了你来 反正是要死的人了 不玩白不玩 谢谢老大 丁月满脸的喜气 像欧阳静这种极品美女 是每个男人的梦想 不是发生今天这些事 陆芳文是不会让他染指的 两个人一脸的赢 笑 就要向欧阳静扑去 可就在这时 一个冰冷的声音 在他们身后响起 早就警告过你们 再敢动我妹妹 那就是死 叶不凡刚刚就觉察到了 这两个人的到来 只不过想看看他们 到底想干什么 此刻明白了两人的目的之后 心中顿时生出了滔天杀意 叶不凡 两个人吓了一跳 刚刚在房间内找了两遍 也没有看到人影 怎么突然就出现了 而且还对他们的迷烟免疫 不过此刻 他们已经顾不了那么多 从腰间抽出匕首 便冲了上来 可他们刚刚将匕首刺出 便失去了叶不凡的影子 紧接着眼前一黑 失去了知觉 武汉大学面积很大 后面是一座小山 山上的植被非常茂盛 由于经常有学校的情侣 到靠近校园这一侧的山坡上约会 所以这里被称为情人坡 当陆芳文和丁月 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所处的位置就是情人坡 只不过现在已经临近后夜 约会的情侣也都回去了 这里一片静 悄悄的 人影子都没有一个 当他们看到黑暗当中 充满沙意双眼 顿时吓得浑身一抖 惊恐地叫道 姓叶的 你要干什么 叶不凡声音冰冷地说道 都说了 你们两个今天必须死 不过可以送你们一个 比较舒服的方式 丁月瑟丽那人的教导 你不要乱来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你杀了我们 你同样也会死的 叶不凡讥讽的一笑 你想多了 杀了你们两个 就跟杀死两只蚂蚁 没有任何区别 对我不会有任何影响 陆芳文醒来之后 原本是想逃走的 却发现自己的身体 再次失去了行动能力 想跑也跑不了 叶不凡 求求你放过我吧 都是丁月让我干的 都是他出的主意 跟我没有关系 只要你放了我 我可以给你很多钱 你说个数字 我让我爸立即打给你 事到如今 只要能够保住自己的小命 什么都顾不得了 眼见着自己 被荡成了炮灰 丁月连忙叫道 叶大哥 你不要听他胡说 都是他威胁我做的 是他一直在 打欧阳靖的主意 跟我没有关系 叶不凡皱了皱没说道 好了 不要吵了 你们两个都得死 眼见着没有商量的余地 陆芳文再次叫道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你要敢动我 我爸是不会放过你的 他原本 还想再威胁一下 和刚刚说到一半 却突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呱噪 叶不凡懒得跟他们废话 直接将两个人的哑学 也全部封住 这一下陆芳文 跟丁月彻底傻眼了 浑身上下都失去了行动能力 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只能目光惊恐地看着对方 此刻他们才意识到 对方是多么可怕的存在 自己完全就是自寻死路 叶不凡从丁月的口袋里 磨出那瓶苍蝇水 直接给两个人 全部灌了进去 然后又从口袋里 磨出银针 在两个人的身上 接连刺了十几下 极乐针法 这是传承中的一种秘法 但凡中了这种针法的人 最终都会在极乐状态中死去 极乐针法再配上 那一整瓶的苍蝇水 这是叶不凡给他们 选定的死亡方式 当叶不凡离开情人坡的时候 陆芳文和丁月两个人 已经恢复了行动能力 只不过此刻的 他们双眼血红 就犹如两只发情的野兽 疯狂地扑向对方 叶不凡先回到欧阳靖的家里 将她体内的迷烟全部排出去 确认没有任何情况之后 才离开这里 当她回到王雪宁家里的时候 已经是后夜两点钟左右 本以为这女人早就该睡了 可进门就看到王雪宁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脸上满是怒意 不得不说 这女人长得确实很漂亮 特别是那果冻一般的皮肤 不管是生气还是高兴 看起来都是那么诱人 叶不凡笑道 怎么了 这么晚还不睡 女人睡得太晚会老得很快的 王雪宁气鼓鼓地说道 你去哪了 为什么这么晚了才回来 叶不凡有些错愕地说道 大姐 你这么晚不睡 在等我吗 就是等你怎么了 王雪宁说道 以后咱们约法三章 要再加上一条 不允许叶不归宿 叶不凡苦笑道 咱们之间只是假的情侣 没必要这么认真吧 假的也要有个样子 王雪宁说道 咱们才第一天在一起 你就这么晚了出去鬼混 如果被我家里人知道了 怎么可能相信你是我的男朋友 叶不凡摊了摊手说道 哪里出去鬼混了 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总不能一直守在家里 此刻王雪宁看着她的神情一变 眼神锁定在一个位置 大步走了过来 把叶不凡搞得莫名其妙 不知道她要做什么 怎么了 有什么不对吗 王雪宁没有理会她的问话 而是伸出两根白嫩的手指 从她肩膀上扯下一根长头发 还说没出去鬼混 这头发是哪来的 不会说你自己长出来的吧 啊 叶不凡一头的黑线 这女人的眼睛还挺尖 有这本事不去做侦探 真是可惜了 看到对方的眼神 只能无奈地解释道 这是我妹妹的头发 她在江北上大学 今天我去看她了 晚上也是我们在一起 你妹妹 你还有妹妹 王雪宁有些意外 但神情也缓和了许多 不知为 什么 她刚刚坐在沙发上 脑海中总是闪现出这个男人 跟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 鬼混在一起的画面 这让她的心情很烦乱 连电视都看不进去 叶不凡说道 怎么了 难道我还不能有妹妹 不是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王雪宁精致的脸颊上 露出一抹尴尬 大姐 咱们只是短时间在一起 我没必要什么信号信号 按照叶不凡的想法 等她明天去退了婚以后 两个人就再也没有任何交集了 那不行 既然咱们现在是 名誉上的男女朋友关系 就要对彼此负责任 说到这里 她神色一暗 无力地坐在沙发上说道 今天我爸爸又打电话过来了 告诉我那人 马上就要来到江北市 我都要烦死了 叶不凡这才明白 怪不得这个女人深夜不睡 等着自己回来 原来是这个原因 你放心吧 既然我已经答应你了 肯定会帮你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王雪宁看着她说道 你就那么有信心 当然有了 我答应别人的事情 向来都会说到做到 叶不凡说道 明天我就会帮你 把这件事情解决掉 以后你就是自由身 想泡哪个男人 就泡哪个男人 想跟谁订婚 就跟谁订婚 她已经打定主意 明天上午便去找得服输 把事情说清楚 把婚事退了 可是看着眼前 这张精致到极点的面容 心中又有些怅然若失的感觉 这么漂亮的未婚妻 不知道会便宜哪个男人 可随后 她又微微摇了摇头 为自己的想法感觉可笑 男人果然都是贪心不足 自己已经有了 那么多的女朋友 竟然还会产生这种想法 王雪宁却不知道她的想法 疑惑地问道 我想知道 你准备怎么去做 怎么才能让对方 跟我解除那门娃娃亲 是去找我爸 还是去找那个人 我跟你说 他们谁都不会听你的 叶不凡笑了笑说道 天机不可泄露 这样你就不用管了 一切都由我来负责 她可不敢说 自己就是那个 订了娃娃亲的男人 不然恐怕这个女人 会闹得她一晚上都不得安宁 那好吧 咱们就以明天晚上为 准 如果到晚上 你还办不成这件事 那就一切都听我的安排 可以 叶不凡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在她看来 这件事有十足的把握 不会出现任何变数 那好吧 时间也不早了 休息吧 王雪宁说着站了起来 在一起来的那一刻 她微微皱了皱眉头 脸上闪过一抹痛楚的神色 怎么了 颈椎不舒服吗 叶不凡用神石扫视了一下 发现她的颈椎病有些严重 王雪宁活动了一下脖子说道 是啊 整天在办公室用电脑吹空调 一天下来脖子总是不舒服 有时候还会头晕 到我这边来 叶不凡拉着她 在自己面前的沙发上坐好 你要干什么 王雪宁诧异地问道 别紧张 你这颈椎并不算什么 我给你按摩几下就好了 这能行吗 人家说颈椎不能随便按的 那里是神经中枢 搞不好会把人按瘫痪 王雪宁虽然坐了下来 但满脸都不信任 叶不凡笑道 放心吧 真要把你按摊换了 我就娶了你 一辈子都对你负责任 想得美 王雪宁妩媚地白了她一眼 心中却泛起一抹异样的情绪 叶不凡伸出双手 搭在她的肩膀上 心中感叹 这女人的皮肤看起来好 摸起来手感更好 仅仅碰触一下 就让自己有种心神荡漾的感觉 王雪宁也是一样 当被叶不凡的食指碰触的时候 浑身微微一抖 就犹如出了电一般 她穿的是一件宽松的睡衣 脖子和肩膀上的大块肌肤 都是裸露在外面的 皮肤跟手掌之间 没有任何阻隔 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掌心散发出来的热力 这家伙 到底会不会按摩 不会是借机 想沾自己的便宜吧 自己该怎么办 到底该不该让她站 正当她胡思乱想的时候 脖子后面传来一阵 极度舒适的感觉 哦 原本熬到后半夜 颈椎又酸又硬 隐隐还有些疼痛的感觉 可此时那些 不是已经彻底消失不见 舒服得不得了 让她不由自主地发出 充满诱惑的声音 听到那勾魂射破的声音 叶不凡双手一抖 尴尬地说道 大姐 你不要发出这种声音好不好 是在勾引人犯罪 是你按得太舒服了 这能怪我吗 王雪宁也有些尴尬 脸颊上泛起一抹红韵 白了她一眼说道 那就勾引人犯罪了 是你心底太龌龊了好不好 怎么是我龌龊 只要是正常男人 都会有这种反应好吗 叶不凡嘴里这样说着 双手却没有停下来 继续按摩 帮她舒缓僵硬的肌肉 疏通堵塞的经脉 就是你思想下流 王雪宁说完之 雪白的牙齿轻咬红唇 努力地控制自己 再次发出声音的信号信号 因为这个按摩 让她实在是太舒服了 本能地就想发出些声音 好像那样会更为畅快 没想到 你还真的会按摩 她通过说话 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那当然 我可是江南小一线 王雪宁撇了撇嘴 吹牛 会个按摩就是一线了 不知为什么 这个男人一说话 他就总想反着说 要知道 平时他可不是这样的人 叶不凡说道 我可不只会按摩 像什么痛经 月经不调 不孕不育 这些病我都是手到擒来 夏刘 你是妇科医生吗 我是全能医生 叶不凡说完在光滑 嫩白的后脖梗上拍了一下 好了 活动一下 看看怎么样 这么快吗 我还没舒服够呢 王雪宁说完之后 顿时感觉自己的话语 好像有些语病 脸颊润红地站了起来 开始活动自己的颈椎 真的好了 你的手法这么神奇吗 一下就治好了我的颈椎病 此刻他的脖子无比轻松 之前的僵硬 酸痒 疼痛都消失不见 连大脑都清除了许多 已经很久 没有这种感觉了 要知道他这段时间 也看过很多医生 接受过按摩 扎过针灸 吃过中药 但效果都不理想 那当然 都说了 我是小医生 叶不凡说道 现在你的颈椎已经彻底好了 不过以后 还是注意少用电脑多活动 不要着凉 王雪宁点头说道 嗯 我知道了 谢谢你 二天一早 叶不凡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两个人吃完后说道 你准备去哪 当然是去上班啊 你以为每个人 都能像你这么清闲 王雪宁说着 拿过一张纸巾擦了擦嘴巴 一脸意犹未尽的神色 这个男人做的早餐 实在是太好吃了 如果一直跟他住在一起 非把自己吃胖不可 想到这里 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自己为什么 想要跟他一直在一起 他只是个临时男友 是自己找来的挡箭牌 过段时间就会分开的 那好吧 你去上班 我去办事 叶不凡觉得这样也不错 毕竟当着一个女孩子的面退婚 总会让人家的脸面不太好看 你去哪 要不要我送你 不用了 我自己打车就可以 叶不凡可不想让对方知道 自己要去的是他家里 那好吧 我先走了 王雪宁说完 抓起自己的包 走出了家门 江北大学后山情人坡 此刻这里 已经被拉起了警戒线 十几个警察聚在这里 勘察现场 警戒线外 聚集着成百上千的学员 一个个都伸长了脖子 向里面看 在不久之前 一群女跑到这里 想做一些超有益的事情 结果发现两具光溜溜的尸体 两个人吓个半死 立即报了警 警察马上赶到现场 一个小时后 法医给出了鉴定结果 两个人体内检测出 大量的西班牙苍蝇水残留物质 确定是由于纵于过度死亡 用中医的说法 就是脱阳而死 而且现场未发现 第三者的可以痕迹 排除他杀的嫌疑 这个消息已经公布 现场立即就炸了 我乐得去 怪不得平时他们两个 一直鬼混在一起 就已经搞过一次 开始还以为是开玩笑 看来是真的 搞不明白 这个世道到底是怎么了 男人跟男人 还能玩得这么害 我真是服了 现场勘察完毕 尸体运走 围观的众人也都被驱散 半小时后 陆家别墅的大厅内 家主陆天琪脸色铁青 没想到自己唯一 等儿子就这么死了 警方还给出 这么一个荒谬的结果 让他颜面丢尽 这时 一个身穿长袍的 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陆天琪问道 谷先生 你看过小儿的尸体了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里面有没有其他的东西 他对警方给出的结果 充满怀疑 只子莫若父 他非常清楚 自己儿子的德行 是一个好色如命的色鬼 根本不可能 跟一个男人 搞出这种事情 中年男人说道 陆先生 刚刚我已经看过了 这里面确实有些问题 陆天琪一脸渴望地说道 谷先生 有什么问题 您赶快说 到底是谁害死了我的儿子 相比于警方 他更相信自己 重金请来的高人 眼前这位谷先生 名叫谷峰 是他重金聘请来的 精通一道 对于悬门术法也有涉猎 同时还是个高手 谷峰说道 初步来看 方文和另外一个人体内 确实残留大量的 西班牙苍蝇水 但这些并不能说明什么 很可能是被别人灌进去的 最大的疑点是 他们身上留有针灸后的针孔 证明他们死之前 被人用针刺过 针灸 陆天琪一脸疑惑地问道 谷先生 这跟小儿子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谷峰一脸凝重地说道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那人用的是 失传多年的极乐针 现在中医凋零 真没想到 还有人会用这种针法 极乐针 那是什么东西 陆天琪对于中医一窍不通 一脸的恶然 中医可以救人 也可以杀人 而这极乐针 就是杀人的一种手法 谷峰说道 极乐针就是通过针法 激发人体内的鸳鸯之气 不停地宣泄 最终的结果 就是脱鸯而死 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从古迹孤本里面 看过这种针法 叶不凡在两个人身上 留下的针孔非常细微 就算法医都没有发现异常 也只有他这个 同样精通中医的人 才会发现不对 而且还机缘巧合地 认出了针法的来源 果然是有人杀了我儿子 陆天琪杀气腾腾地问道 古先生 能查出凶手是谁吗 既然想听 那我就跟你说说 王德福倒不觉得 叶不凡能给自己帮上忙 不过他 这人向来老实忠厚 做事光明磊落 想跟对方讲清楚 自己确实是家境不行了 不想拖累对方才要退婚的 不想让叶不凡有什么误解 他说道 你得付书 我是做药品公司起家 创建了一家德康药业公司 虽然是商人 但我向来把良心放得很正 是凡从我们公司出产的药品 质量上不会有一点瑕疵 正因为这样 德康药业越做越大 不但自己生产 同时也代理其他公司大品牌的药品 大约三年前 德康药业公司达到了最巅峰的状态 市值差不多十亿左右 几乎垄断了江北市药品市场 说到这里 他脸上露出一抹缅怀的神色 似乎在回忆自己当初的成功于荣光 随后又说道 可惜好景不长 那时候突然窜出来一个凯峰药业 通过各种各样的龌龊手段 对德康药业进行打压 由于对方的背景很强大 我们得罪不起 也只能默默地忍受着 几年下来 德康药业所占领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 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 听到凯峰药业的名字 叶不凡皱了皱眉 自己刚刚将它们赶出江南市 没想到 还是德库书的对头 王德库说的 没有办法 既然凯峰药业 我们得罪不起 就决定转型到其他产业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我看中了江北市北郊的玉泉村 那里距离城区不远 而且风光秀丽 非常适合开发旅游业 最主要那里的泉水水质特别好 村庄的名字 也是因为那眼清泉而得名 所以我决定 将那里开发成旅游度假山庄 同时开发那里的水资源 做出自己品牌的矿泉水 一切都准备好后 我跟玉泉村签订了合约 并且先期投入了五亿华夏币 结果 就到我们把钱都投进去 把路和基础设施都修好之后 凯峰药又突然横插一脚 造成玉泉村单方面毁约 不再跟我们合作 这一下 我彻底伤了元气 要知道 投进去那五亿华夏币 其中有三亿式贷款 有两亿式福康药业的流动资金 现在产业推进步 下去 资金无法回流 银行那边催着要贷款 福康药业也彻底断了资金链 眼见着就到了崩溃的边缘 如果只是这些也就算了 最多就是宣布破产 回到之前过苦日子 可就在三年前 你姐姐小妍突然被人破了硫酸 造成整个面部深度烧伤 容貌彻底毁了 说完这些 王德福眼中闪过一抹恨你 但很快 又被一抹无奈所代替 现在你得付书马上就要破产了 就连这栋房子 将来都是别人的 最主要的是 小妍已经毁容 你们两个在一起不合适 所以 咱们还是把这桩婚事退了吧 听到王德福讲出这些 叶不凡虽然有些惊讶 但生意上的事 并不是关注的重点 他问道 德福叔 小妍姐是谁 王德福说道 我女儿啊 大名叫王子妍 她比你大上一岁 从年龄上 你应该叫她姐姐 叶不凡一下子紧张起来 再次问道 德福叔 您还有别的女儿吗 跟我有婚约的 就是子妍姐吗 王德福微微一愣 是啊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当初跟你定下娃娃亲的就是她 啊 得到肯定的答复 叶不凡一下子就猛逼了 德福叔的女儿叫王子妍 而且三天前已经被毁容了 那王雪宁又是谁 娃娃亲又是怎么回事 她现在意识到 这件事情有些搞乌龙了 王雪宁并不是德福叔的女儿 人家的娃娃亲 是另一门亲事 跟自己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自己出门之前 还拍着胸口信誓旦旦 一定帮人家把亲事的问题搞定 现在怎么办 还怎么帮人家搞定 她心里是这样想的 但看在王德福跟好红梅的眼中 却不是这个样子 以为叶不凡是 嫌弃他们家了 王德福叹了口气 并没有说什么 在她看来 自己家确实不适合再拖累人家 所以才会主动提出退婚 但好红梅疼的一下就站了起来 指着叶不凡叫道 小子 我们家资产十亿的时候 都没想过跟你退婚 现在没钱了 落魄了 你就要退婚了是不是 还有 我女儿之前可是江北市有名的美女 无数的富家少爷追求她 结果都被你德福叔 已有婚约的名义挡了回去 现在被毁容了 你也开始嫌弃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 做人要讲良心 这个时候 你如果跟我们家退婚 那就是丧尽天良 嗯 叶不凡确实是上门来退婚的 可从没想过 德福叔家里会是这个样子 如果现在再提出退婚的话 确实是贤贫爱妇 落井下石 正当她想着 如何把这件事情说清楚的时候 突然房门砰的一声被人踹开 紧接着七八个人从外面走了进来 走在最前面的 是一个三十左右岁的年轻女人 这女人给人最直观的感觉 那就是肉蛋 身上该有肉的地方 绝对一分都不少 丰满却不肥胖 给人一种肉肉的感觉 曲线迷人 山风高耸 浑身上下都透着成熟女人的诱惑力 在她身后 是一个身高足有一米九的壮汉 头上没有一根头发光秃秃的 脑袋上刺着一只血红色的蜘蛛 看起来有种争鸣可不的感觉 壮汉后面还有六个身穿黑西装的保镖 一个个凶神恶煞 面目争鸣 看到那女人之后 好红梅叫道 黑寡妇 你来我们家干什么 我女儿是不是被你害的 肉蛋女人是凯峰药业的老总林如荫 在江北市赫赫有名 她看起来笑音音的人畜无害 而且极为性感 但做起事来却手段很辣 吃人不涂骨头 所以被称为黑寡妇 之前针对富福康药业的龌龊手段 都是她的手笔 所以好红梅自然怀疑自己女儿被人颇硫酸 也是她派人做的 好姐姐 饭可以乱吃 但话不能乱说 你女儿的事或许就是我做的 但你有证据吗 没有证据有什么用 黑寡妇一阵嚣张的大笑 随后惋惜地说道 可惜了 你那女儿长得如花似玉似的 连我这个女人看了都忍不住喜欢 但现在惨了 彻底变成了一个丑八怪 恐怕这辈子都嫁不出去了 王八蛋 狐狸精 我跟你拼了 好红梅双眼血红 扑过来就要跟黑寡妇拼命 却被那光头大汉挡住了去路 王德福将自己老婆拉了回来 对黑寡妇说道 林总 到我家里来有什么事吗 黑寡妇又是一阵娇笑 也没什么事 我就是过来看看 王总还能坚持多久 什么时候才能把你的公司卖给我 王德福说道 你就别做梦了 我的公司就是破产 也不会卖给你的 王总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咱们怎么说也都是生意人 生意人嘛 就是为了赚钱 如果您现在把公司卖给我 还能一世无忧地过一辈子 如果真要搞得破产 到时候 你恐怕连这房子都守不住 黑寡妇说道 你这人啊 就是死心眼 如果早点把公司卖给我 带着全家人出去旅游 到处转一转 可能你女儿就没事了 要是再这么死守下去 将来运气越来越差 出事的 可就不一定是谁了 他这话说得很含蓄 甚至笑得极为灿烂 但威胁的意味 谁都听得出来 好红没愤怒地说道 呸 我们就是去要饭 也不会把公司卖给你 王德福说道 林总 公司不卖 您还是请回吧 我们这里妙小 容不下你这座大神 死丫子嘴硬 黑寡妇神色一脸 随后又笑道 姓王的 不知道你还能死扛到什么时候 你是不是看不清形势 那我就帮你说一说 首先 你那个福康药业 被我打压得半死不活 现在的销售量 恐怕连员工的薪水都付不起 用不了几天 就要关门打击 其次 玉泉山庄的项目 整个切断了你的资金链 银行四处追着你要债 难道你以为 还有起死回生的机会吗 最后就说 你那个宝贝女儿 之前确实长得很漂亮 有很多大家族的少爷在追求她 如果你搞个什么联姻 或许还能融到一笔钱 也能东山再起 但现在呢 她就是个丑八怪 不要说大家族的少爷 是个男人都不会看她一眼 这也怪你 曾经有那么多的机会 你非说自己女儿有什么娃娃亲 一直没有把她嫁出去 如今想嫁都晚了吧 已经没有人要了 所以说 你什么都没有了 还拿什么跟我斗 赶快跪地求饶吧 如果让我开心了 或许能给你们家留条活路 不然的话 你们全家 连讨饭的机会都没有 你 王德福夫妇气得脸色铁青 双眼喷火 可是又拿对方无可奈何 谁说王叔什么都没有了 至少还有我 黑寡妇一皱眉 顺着声音看去 似乎这才注意到 叶不凡的存在 或者说之前看到了 根本没有把她放在眼里 小帅哥 你是谁啊 这里的谁狠 深 我劝你还是离得远点的好 不然很容易把自己淹死 王德福也是神色一变 说道 小凡 这里跟你没有关系了 你走吧 她深知眼前这女人的心狠手辣 不想让叶不凡卷进来 叶不凡对王德福笑了笑 示意她不用担心 然后对黑寡妇说道 我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 就是游泳游得好 就是鱼淹死了 我都死不了 所以不用担心水深水浅的问题 真的吗 那真是太好了 我就喜欢会游泳的 黑寡妇围着叶不凡绕了两圈 问道 小帅哥 能认识一下吗 你叫什么名字 叶不凡 我就是跟子言姐有婚约的那个人 我跟给你保证 她不但能嫁得出去 而且能嫁得风风光光 而且能有无数的追求者 原来是那个娃娃亲啊 黑寡妇一脸细血地说道 是不是挺失望 原本能做个凤凰男金归婿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还有一个丑媳妇 我劝你 还是尽快把这个婚事退掉吧 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跟姐姐玩一玩 我这里可是什么都有 叶不凡摇了摇头说道 不好意思 我对破烂货不感兴趣 这女人虽然长得很漂亮 也非常性感 但身上 男人的气息杂乱不堪 对于这种个人生活 迷烂到极点的女人 她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欠缝 被当众说成破烂货 黑寡妇顿时神色一变 这么多年以来 还是第一次 她收起虚假的笑意 神色阴狠地说道 小家伙 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这么跟我说话的下场吗 见黑寡妇发怒了 王德福心中一沉 连忙叫道 你有什么本事 冲我们王家来 跟小凡没有关系 叶不凡拉开准备 将自己护在身后的王德福 神色淡然地说道 德福叔 不过是个女人罢了 我能应付得来 好 我带来看看 你有几分本事 黑寡妇说完 对身后一百手 那六个保镖一起扑了过来 把她的四肢给我废了 看她还怎么游泳 黑寡妇恶狠狠地叫喊着 这么多年以来 敢当众侮辱她的 叶不凡还是第一个 所以 要先打断这个年轻人的四肢 然后找个合适的机会 再沉到江里去 她对自己这六个保镖信心十足 这些人各个都是经过 特殊训练的高手 而且战斗经验丰富 收拾眼前这么一个年轻人 都有些大才小用 但结果大大出乎她的预料之外 那六个保镖刚刚冲上去 便飞了回来 而且 速度比冲上去的还要快 她甚至都没看清 眼前这个年轻人 是如何出手的 自己的六个手下 便全部倒在地上 惨叫声响成一片 王德福跟好红梅都吓了一跳 没想到看起来 文文弱弱的叶不凡 竟然如此厉害 看到眼前的场景 站在身后的光头大汉 神色一变 浑身迸发出强烈的战意 向前两步说道 老板 让我来 黑寡妇先是神色一变 随后又幻化出一脸的笑意 伸手拦住了光头大汉 然后对叶不凡说道 小帅哥 没看出来你 还是个高手啊 叶不凡说道 高手算不上 但对付你这些虾兵蟹将 绰绰有余 小帅哥挺有意思的 以后咱们慢慢玩啊 说完他对着光头大汉 几个人一摆手 毫不迟疑地离开了这里 看着他的背影 叶不凡的眉毛跳了跳 这女人能屈能伸 是个人物 难怪能将王德福逼到绝境 出门之后 光头大汉一脸不服地说道 老板 为什么不让我教训那小子 因为你不是他的对手 黑寡妇神色阴沉地说道 这个年轻人非常可怕 他带给我那种危险的气息 只有家主身边的大长老才有 光头大汉惊愕地说道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比得上大长老 黑寡妇说道 总之他带给我的感觉很危险 不过这都无关紧要 王家现在已经被我逼入绝地 资金链彻底断裂 就算那小子身手再好也没用 所以我们根本没必要冒险 回去等着接收王家的产业就好了